圣满金 报苦悦 这是戒时 什么叫功德 得者得也 故事后 这两个字通用 就是你真正得到了 得到什么呢 修功所得 所以在这个地方 顺便给主人提一提 真正修功所得的 叫功德 普通拿钱出来做好事 不是功德 拿钱出来做好事 那是福德 不是功德 那我们就想到 过去 大摩祖师 刚刚到中国来 遇到梁无敌 梁无敌是佛门大复法 听说印度有个高僧 到中国来了 非常欢迎 请他见面 见面的时候 他很得意 给大摩祖说 他一生 护持佛法 所做的 为佛法建了 四百八十多座 到场 就寺庙 以国家的力量做的 只要有人出家 他的欢喜 他护法 他供养 十几万人 真是佛门 第一大复法了 他向大摩祖师 请教 我这个功德大不大 他心里想 大摩祖师一定称赞他了 没想到 大摩祖师跟他说 并无功德 这一句话听的时候 他就生气了 把大摩祖师 就驱逐出去了 送科 不谈了 送科 大摩祖师到少林寺 去免弊去了 免弊九年 才等到一个悔苦 不错 有一个传法传下去了 这就是功德跟福德 是两种事情 梁无敌所修的是福德 如果他问 我的福德大不大 那就是很大很大 你修的大福报 功德呢 功德没有 没有功德 功德是自己真正修啊 比如说你持戒 持戒真有功夫就得定 那个定是功德 修定 有功就开悟了 开悟是修定的功德 这个与你拿钱做好事的时候 办什么好的慈善事业 不想干啊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很多人功德跟福德 分不清楚 但是功德里头一定有福德 福德里头没有功德 这是我们一定要不得搞清楚 搞明白的 真正持戒 你修的学弟子规 学感应品 学实现业 有功 你心底清净 智慧增长 帮助你 破灭开悟 断一身性 这是功德 所以你不是真修 那来的功德 而功德最怕的 是发脾气 佛经上讲 活烧功德里 你看修了很多功德 功德是戒定会 一发脾气全完了 修了一辈子功德 林明忠实发一顿脾气 全爆笑了